如果朱元璋不杀死人,朱棣绝对不敢篡夺皇位。 明朝开国后,太祖朱元璋为了确保自己老朱家江山二年永固,采取了许多让皇权高度集中的手段,但是即便如此,朱元璋还是整日闷闷不乐。 原来,朱元璋的身边有不少功勋卓着,位高权重的小伙伴,当年朱元璋就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,才最终完成了推翻元朝统治,建立明朝的大业。 可是,当国家政权稳固之后,这些一起创业的小伙伴,对朱元璋来说,就成了眼中钉,肉中刺。 这些人各个战功显赫,在军队里威望极高,朱元璋在世时,尚且可以镇得住他们,但一想到自己有天价特吸取,老朱家的子子孙孙如何对付本了这些手握大权的叔叔伯伯呢? 唯一的解决办法,就是请这些人先走一步了。 为此,朱元璋不断在这些开国功臣们身上找查,下面的大臣知道朱元璋心有此意,也纷纷上奏检举,在十几年的时间里,大批功臣被相继扣上了毛反的帽子,一旦罪名坐实,结果就是功臣人头落地,全家甚至全族接受朱连。 一时间,大明朝廷中人人自危,不少官员都提前在家中把棺材都备好了,以防不时之需。 经过十几年的大清洗,明朝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,朱元璋终于可以安心离世,把江山交给自己心爱的孙子朱允文手中了。 可让朱元璋做梦都想不到的是,他的孙子朱允文仅仅做了四年皇帝,江山就被他的儿子燕王朱帝给夺走了,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涌者,竟然是朱元璋本人。 朱元璋本意是清除掉位高权重的开国功臣,让权力都掌握在他们老朱家子子孙孙的手中,以达到江山永固的目的。 可是他却漏算了,万一老朱家里出了不孝子孙,那该谁来省治呢? 结果,朱元璋去世仅仅一年时间,燕王朱帝就以清军策,靖国南的名义,发动叛乱,并最终夺取了皇位。 而将文帝之所以在这场禁难之意中被完败,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手中无将可用,因为最能打仗的将领都被朱元璋给杀光了。 在朱元璋清楚掉的一大批功臣之中,有一个人如果没被杀死,朱帝绝对不敢造反担夺皇位,他就是梁国公蓝玉。 蓝玉是明初昭明将领,早年在解府长玉春仗下效力,由于其有胆有谋,勇敢善战,屡立战功,因此被提升为大都督府千世,明朝建国后,蓝玉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,他先后出征四川、墨北、云南,连战连结,被朱元璋封为永昌侯。 红武22年1389年,时任大将军的蓝玉率领十五万大军,在捕鱼尔海之战中大破北原,捷暴奏传至京城,朱元璋大喜,将蓝玉比作魏清、礼敬,并晋升蓝玉为梁国公。 除了能征善战,战功显赫外,蓝玉和朱元璋还有一层亲切关系,蓝玉的女儿嫁给了朱元璋,的第十一子属王朱春,而皇太子朱标帝太子非常适,长玉春的女儿则是蓝玉的外甥女,因此,蓝玉极力拥护太子,朱元璋本人也有意让蓝玉作为太子的班底。 蓝玉早就感觉央王朱棣是个有野心的人,因此经常告诫朱标要留心此人,可是朱标天性仁慈,对兄弟十分有爱,他并不把蓝玉的劝戒放在心上。 可不信的是,太子朱标英年早逝,朱元璋只好把大明江山留给朱标的儿子朱元璋,但朱元璋年纪太轻,朱元璋怕他镇不住居公自盗的蓝玉,于是干脆在朱标去世的第二年,以谋反的名义,把蓝玉也干掉了。 结果,当阎王朱棣造反的时候,朱宇文手下再也找不出,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率财。 三年的静纳之意,朱宇文从一开始的占尽优势,到最后的一败涂地,究其原因却只是缺了一个蓝玉。